目前台南市政府跟行政院正要推行私幼收費公立化的政策 那可是这个政策我觉得不是那么妥事 是因为第一 其实我们正本清源是应该要广设公佑 达到小英总统在2020要推动的这个四六比 私幼收费公立化就是要补助私立幼儿园 让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家长 他的学费也是公立收费 可是这产生一个问题 你要补助哪些私立幼儿园 那你会捣乱了私立幼儿园的市场 然后让私立幼儿园他们很多人惶惶不安 因为到底谁被补助 然后没有被补助的 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竞争力等等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好好的来讨论 我们是反对这样子补助私幼的一个公用化的一个收费 原因第一个 不是只是学费的问题 私幼的一个问题 公用的部分是比较有保障 包括政府的一个失职的品质 还有整体的一个管控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公用的部分在整个一个法令的完善的部分也比较完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私校法都没有办法去规范所有私立学校的一个整体的预作 那我现在把钱补助到私幼去 以后私幼的问题产生很多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处理 有私校法都没有办法去管控这样一个私幼业者 更何况私幼的部分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私校法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相信后面政府的经费补助完之后 问题才会刚开始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回归到政府 就是公用的部分广测公用 让国家来负担起这幼儿的教育的一个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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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